在這個HPiDarnet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做法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也是在主板裡面 只要做幾個動作就完成了 比如說我們用Menu部分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Menu部分非常簡單 拖拉過來應該都會放開 之後他問題知道來源 把它選什麼 選剛剛這個 SignMap SignMap Data Source 1 選好之後的話再來選什麼 自動格式化 看你喜歡哪一個 不過其實也沒得挑了 大概就這幾個 你就選按確定 做完了 Menu的功能就好了 再來SignMap Paste 請你再 我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拖拉過來 放開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其實這個不用改 他不需要用到 SignMap Data Source 只是這個姿態大你可以把 改為改小一點點 然後 看有沒有自動格式化 不過也沒什麼好挑的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 做漂亮一點的話 你自己要用 會懂CSS 自己去 改 CSS 就可以了 因為他給你一個簡單的一個樣式 比如說我就選了一個 繽紛的 按確定 好 這樣也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來 弄弄看 這邊的話我們從首頁進來好了 首頁這邊有個Home 然後把它 直接弄起來 剛剛講的那三個控制項 該有的都有 放上去都有 而且你會發現 根本 比寫網頁還 其實就是 根本就是寫 很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達到以前 一般認為很 複雜的功能 我們來試試看 Home Default進來 一定要進到Home 多一層 Home裡面的話 這邊就可以 點擊了 對不對 然後你要點哪一個 你會發現 Tribute的部分 OK 沒問題了 那我只是簡單貼一些東西在裡面 反正可以秀 對不對 上面的這個 Side made paste 有沒有 點進去能不能回到Home 可以啊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層 就只有一層 如果你有兩層三層四層 五層六層 有沒有你可以一直回去 就是跟那個購物網站一樣 對不對 那就看你的結構 有沒有很複雜 再來的話呢 你要建立menu 像那個pchome不是有點 油標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其實你會發現menu有沒有 這邊 一樣的東西啊 有沒有你油標放上去 他也是一樣怎樣 會出現 有沒有 一樣的東西啊 這個東西 對你說那個大的網站有 你自己 來做的話 也是輕易就做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個工具呢 實在是 太方便了 也就是說你一般使用上面 基本都夠用了 所以你說網站 大型的網站上有的 ASB端子也提供給你 那只是說你要知道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個sidemap 這個websidemap 你就定義好 其他就通通搞定了 然後呢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主板頁的部分 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比較容易出錯的就是說 你這邊的一個 content playholder 你務必一定要放在 應該放的位置 然後呢 新增網頁的時候呢 也不要用新項目 你一定要從裡面怎麼樣呢 按右鍵 去新增 加入 內容頁面 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流程 還蠻順的 你看這樣通通就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我想各位 盡量 如果你沒有其他idea 不然你就是 去網路搜尋 12星座解說 然後把12星座 類似做出類似像我這樣的一個 一個範例 一個sample的 一個網站 如果你有其他的 其他idea的話 你再去想想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建立的 只要有結構性的 反正呢 可以剛開始做一個簡單的 越做越複雜 喔